在拔廠脫離之後 因為上面有一層雲層覆蓋 這四架飛機是單機脫離 在沒有編隊的情況下 穿雲到雲上 飛到9500英尺以上 這個沒有雲層影響的 這個雲上的目視的情況下 進行集合 集合完畢之後 二次號機 是我們飛的是這個拇指隊形 二次號機是飛在最外側兩次 目前對飛行員的龜巡 是說他們兩個在受病交換 進行隊形調整的時候 沒有聽到六頭無線電呼叫 只是一號機和三號機 都同時看到這兩架飛機疑似 他們沒有看到飛機擦撞的一刻 可是因為看到空中有碎片 並且有一具 彈射座椅 看到他從飛機裡頭 彈射出來 之後判斷 現在是疑似發生空座擦撞 無線電裡頭並沒有做任何呼叫 也沒有相關機械故障的呼叫 當時他們飛行的高度是14000英尺 雲層的高度大概在9500英尺左右 飛機是在雲上進行集合 飛機 因為24號機在出雲之後 先結合到基本的最基礎的遼機的位置上 可是這兩個這個位置需要做調整 回去落地的時候 這個才能跟隨正確的編隊進場 所以當時有做24號機位置的調換 可是在這個調換的過程中 113號機並沒有看得很清楚的情況下 他疑似在後方在交換位置的時候發生了差狀 目前仍然是疑似 因為相關人員的證詞 還有這個最重要的飛機的殘骸 相關的這個碰撞的情況還沒有找到相關的證據 所以我們只能說疑似發生碰撞 根據我們初步跟飛機員規循的情況 他們是只看到一個座椅 彈射 可是因為飛機一旦撞擊之後 另外兩架飛機還在往前飛行 所有的碎片或者失去動力的飛機會到後面去 受到視線的影響 當時在空中其他的飛機員 來不及目視到後續的狀況 等到他回頭的時候 那個人員和傘都已經進到下面的雲層中 他沒有看到 他們看到一個座椅彈射出來 可是彈射的情況還來不及看清 就進入他的視線死角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說 我們在空中有飛行同仁 看到有一個座椅彈射 第二個是剛才你看到的照片 那個座椅上面有傘 那個東西正確的名稱叫做陡形傘 那個不是人員傘 是在彈射的時候穩定彈射座椅的 他座椅離開座舱之後 那個陡形傘會先展開 讓座椅穩定 接著才會人傘分離 才會有這個飛行員 接著接續把人員傘拉開 讓他降落的這個程序 後續的這個程序會繼續發生 第三個 我們現在初步查證的結果 那具人員傘的確仍然在飛行員的身上 那現在已經我們做了收集 我們後面需要再查證 這個閃開的情況 為什麼會造成人員的這個傷重殉職 其實上空軍就立刻規劃了F5彈射椅更新的作業 而且在去年我們就把相關的需求 還有包含預算 還有全部的這個採購計畫 報到國防部 我們也尋商找到了 可以立刻就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修改 可以裝用在F5上的先進彈射椅 目前的進度是在國防部 已經這個核准了相關的這個計畫 那我們預畫 我們希望在這個月就能夠把所有的這個計畫完成 並且廠商 成這個彈射座椅的廠商 已經到台東基地 針對F5經濟進行現場的勘察 如果順利的話 我們希望現在明 這個今年的年底 或者明年快的話 就會有新的彈射椅可以交貨 空軍這一分已經下了天安特檢的命令 也就是說除了警戒 地面對應這個當前空情的這個地面警戒 還有必要的作戰任務飛機之外 其他的訓練和演習通通暫停 全部的機種 所以他的訓練和演習通通暫停 第二個有關特檢的項目 現在還在初步研判的階段 我們要根據我們研判的飛機失事的可能的原因 才會進一步 擬定我們要特檢的項目 那在這個案件裡頭 目前 目前儀式是空中插狀 並沒有牽扯到這個機械的因素 或者是天候的因素 所以我們後續可能做的特檢是 第一個是彈射椅是必要的 一定要再做一次全面的清查跟檢查 第二個就是很可能 我們會著重在人員訓練的家常上面